再煮湯 蛋花豆腐豆苗羹 豆腐是水豆腐 我覺得比較滑 Ben哥,你不是手上切豆腐嗎? 手上切豆腐也不錯 但我覺得在砧板切大小 比較準確 豆腐浸一浸水 想它不滾得爛 想它滑一點 可以加一點鹽浸一浸 然後才拿出來切都可以 首先加點水煮沸 然後加點海鹽 加一點糖 這個要清淡一點 因為我們今天吃煲仔飯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太濃的湯底 豆苗當然是現在當做的菜式 又嫩又滑 加上豆腐 因為豆腐煲仔飯始終是熱氣的 我們用了豆腐下去 就可以能夠幫助它降火 和幫助消化 是不是非常好呢? Ben哥,為什麼平時煲湯 是煲完再下鹽 這次才下鹽呢? 其實沒有所謂 因為我們這次很清淡的湯 就沒有什麼上湯 就是這樣 加鹽糖 加鹽糖 就把豆腐煮入少許味 好了 我們加豆苗 豆苗 不要煮得太熟 在這個時間裡 我們純純就可以 打芡 不要太糊口 滴這麼多 就已經有少許的芡頭 已經可以了 好 收小火 然後把蛋花加進去裡面 好了 不用急的 慢慢推一下 它就會變成像弘霧一樣 如果太猛火下去 它一來又不滑 二來又碎了 那就不漂亮了 好,關火 這樣就剛剛好 最滑的了 哇,多嫩的豆腐 而且蛋花多漂亮,對不對? 好 果然靠得住 對